西隆坡班丹博兰岭廉价祖呼管理委员会揭露 大部分居民没有缴交管理费导致祖呼欠下拒债 不过这个廉价祖呼大约20名居民 今天反指管理委员会没有妥善运用费用 还在马来西亚公民寻觉运动主席李应霞的陪同下 前往反贪会举报 他们指出管理委员会拖欠高达70万令吉的债务 包括57万令吉电费和13万令吉水费 不但如此 根据管理委员会早前出事的年度报告也显示 管理委员会曾缴付5万6千令吉给一家电梯维修公司 但是居民向这家公司查证后发现 管理委员会只缴付了3万4千令吉 另外2万2千令吉不翼而非 他们有缴交付那个账户给你们 他们不给 你们怎么知道他的钱多少钱 这个是我们去搜索 你们自己去当疑问 我已经帮他谈了很久了 我帮他谈谈谈谈到阿妹去承认 只不过有大约5间左右是没完的 其他的完全没完的 其他的数码有完的 所以一路来他都骗着我们 首要媒体记者向管理委员会主席 佟德中求证此事 佟德中否认账目不妥的指控 同时表明不曾说过只有5家住户 没有缴付管理费的说法 无论如何在四年前刚刚接手这个委员会的同德中表示 他在接手时 组户账目就已经欠下30万令吉 不管怎样 他会在这个月25号和电梯公司的负责人 与建筑专员执法小组人员 还有居民一起召开会议 厘清此事 MDP7综合报道